大家晓得这个中国做古董骗人铺天盖地的 规模非常庞大 这不能接算他吗 被骗的人他不愿意承认他东西是假的 因为你讲的不见他那个接受 而且你变得非常讨厌 人家比方请你去吃饭 五代同堂 结果你在那边东看西看你说 虽然你们家很奇怪 爸爸不像爷爷 儿子不像爸爸 你们是应该做点DNA 你这样子都讨厌 他马上被人轰出去 常常人来问我说中国文物收藏的时候 你不要说 都是假的 中部好好来说我们台湾本土的当代的创作 台湾本体艺术做得太便宜了 你去中国被骗一个古董 你可以买一两百件台湾的本土很好的艺术品 一方面不会被骗 一方面可以跟艺术品作伴 对我们本土艺术要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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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